最近少年的你很火 校园霸凌是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作为一个工作了八年的HR 小鹿姐姐想说的是 你以为职场就没有霸凌吗 长大后的霸凌行为只会越来越隐形 你做的是什么垃圾 长得猪脑子吗 芳芳你这包是A货吧 没钱还装富二代 芳芳你多吃点木瓜吧 感觉你就是个太平公主 面对言语攻击 你一定要亮明底线 告诉对方stop 第一次退让只会导致以后次次退让 请鼓起勇气明确叫停 芳芳 怎么了 我就晚了一分钟 你考前就记我迟到 害老子被扣工资 骂 芳芳你今天真好看 一会儿来我办公室一趟 对于上升到肢体的霸凌行为 除了明确反抗 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记录证据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你还来干嘛 讨论下篇文章了 去给我们每个人擦擦桌子 再给每个人闹杯咖啡 这个会议不需要你 哦 郭总 这次因为阅读量不过关 客户那边没达标要扣我们的费用 怎么回事 芳芳做的内容起的标题 都没经过我确认就私自发送了 不是 还没走啊 脸皮这么厚 谢你一天时间给我辞职申请 否则有你好看 如果你被团队排斥在工作以外 就要120分的警惕 如果工作没有出错 却被恶意的栽赃和甩锅 你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 向公司解释 绝不背锅 如果被变相逼迫辞职 要留下证据 咨询律师 被长期霸凌陷入抑郁的朋友 千万不要自我否定 小鹿姐姐再送你四个建议 第一 很多同事可能对霸凌者有同样的恐惧 可以适当试探 并与之沟通 第二 把自己的苦闷倾诉给家人和朋友 第三 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第四 当霸凌行为超越法律范畴 记得收集证据 报告HR 或者寻找律师 发起诉讼 最后小鹿姐姐想说 当你在职场弱小的时候 不要忍受霸凌 当你在职场强大的时候 不要欺负他人 职场人人平等 我是泡泡 关注我的职场小钢炮 动动